一进幼儿园门口就有酒精消毒阵 不让双手带着病毒在校园里啪啪灶 老师拿起玩具仔细清洗 教室桌椅每天都要用消毒水擦拭 就连架上的童话书和布偶玩具也不放过 教室里还特别架设紫外线灯 早晚各一次开灯杀菌 弟弟妹妹有遇到在别的幼儿园 有遇到就是肠病毒停课这样子 那遇到这样子我们也是会跟小孩说 请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在家里 因为请他们尽量隔离 肠病毒疫情升温光是上周全台就诊 就达一万一千人次 一百八十亿个班级停课 比起前一周停课数暴增七成 疾管署也指出最快五月底疫情 将会进入高峰 肠病毒急诊到了假日更是塞爆 重症主要就是脑炎 所以比较常见的就是抽筋 或意识不清楚 他的心脏飘动太快 造成一些问题 今年肠病毒七十一型容易引发重症 三都肠病毒停课机制扩大 除了中小学幼儿园还包括补习安心班 只要班级内确诊人数打两人 就要停课一周 家长会比较辛苦一点 可是的话就是还是可能是公司请假 或者是说他在请家人的话帮忙顾一下 补习班停课依照台北市规定 业者只能按比例退费 但台中高雄则可以二择一 选择补课或退费 若是违反规定 北市宣布最高恐罚1.5万元 防堵疫情爆发 学校补习班全都不敢松懈 记者流量和李文科台北报道